欢迎来到JS塔罗恋爱小教室 很多人时常跟老师抱怨对方的不是 他根本不爱我 他总是找我麻烦 诸如此类的抱怨 就是没有说一句对方的好话 但在老师看来 这些并不一定全是真的 老师用以下的小故事带你明白 交往三年的女友平时不怎么管你 今天突然骂你了 你很错愕 但你知道吗 所有的指责背后都一定有期待 他为何骂你 只有傻子才会认为自己被骂 有智慧的人却能够看到对方的期待 三年多了 你怎么回事 连我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 女友背后的期待是什么 聪明又记性好的你 不该是这样 他期待两人能有更愉快的相处 能更加重视 珍惜彼此 他的骂背后有期待 若你看不到 你就会擅自下定义 我们的大脑是一个解读器 我们会如何解读事件呢 来看看以下情境 解读A 你就是故意刁难我嘛 当你解读对方在刁难你 你就会生气 然后开始感到对方无理取闹 也会认为自己很委屈 解读B 女友刁难我 我真的好爽 更加想要满足对方的需求 因为刁难的背后是期待 等到他什么都不说的时候 也就表示对我没有任何的期待了 他越刁难 我更要做好 不是我笨不笨的问题 是我不够用心啊 我们的情绪不是源自于事件 而是源自于你的解读器 你是解读A 还是解读B 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想法逻辑去解读 但我们不一定能解读出事件的原貌 所谓的解读器 它只是一个想法 老师问你们一个简单的问题 想法等于事实吗 想法如果是事实 它就不叫想法了 而是叫做事实 而想法是谁想出来的 当然是你啊 若你不喜欢 就把它想回去 就这么简单 你想出来的 它又不是事实 你想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想法 然后在自己的情绪上整天折磨自己 你何必自讨苦吃呢 我们都在演内心戏 都在用自己的想法去猜测世界 更要命的是 我们竟把猜测跟假设错当事实 女友骂我 我觉得他在刁难我 于是你就开始收集所有证据 就为了证明它在刁难你 是你把这个刁难变成事实 这就称为信念的自我实现 你的信念一旦确定 你会想尽办法来实现它 看到这里 小伙伴们应该都明白了 若你也分不清楚想法与事实 怀疑另一半不爱自己 只会指责 也欢迎找老师厘清真相哦 我是Jazz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